Lalia,你經常都說,如果聽眾有問題,其實有一些療程會很幫助他們 例如一個叫做藍米蛋白營養的能量建法這個療程 是什麼來的呢?為什麼我們需要這種療程去幫助?幫助他們些什麼? 其實我們是一部語氣,然後加入我們的產法組合 它可以立即幫人達到建法的效果 例如我們的頭髮生長得不好,有之失去沒有用,沒有養分,水又不平衡 都是令到頭髮健康,我們非常廣告的是什麼呢? 是什麼? 我們的營養水,即是蛋白質的營養水 因為我們的頭髮的毛龍有30%的蛋白質營養是來自皮下層公園 因為我們皮下有脂肪,有70%是來自頭皮的蛋白質 我看到你今天拿了一張貓紙來的 這是什麼貓紙來的? 這一張是被人理解到的,如果我們在油脂是失去沒有牢 我們的髮根是吸收不到營養的,血蠢也會很慢的 所以我們會有煩惱,出現了什麼呢? 頭髮又無力,開叉,發生不好,容易脫髮,又軟軟 經過這個營養來說,為什麼後面還有一個能量呢? 最後呢,我們這些蛋白水,利用這部機,產生納米的能量反應 它可以通過高壓的噴射,直至到髮根的大部 將一些失去無農的油脂,是可以溶解了氣化出來 因為這個能量,其實每一粒納米裡面,帶有高能轉換的反應 我可以這樣理解,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能量的部分 就是希望幫你做深層清潔 深層清潔和補充營養,維持頭皮的身體平衡 希望大家對這個納米的能量建法明白多了 你就自己選擇,剛剛來吧